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有一个就是简易表达 也是使用绘画 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现在有些他程度不那么好 他看这个使用绘画可能有点压力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 或者有人说我没那么多时间了 教我最简单就好 也可以 所以弄一个简易表达片 那这个是正常的绘画 那我们怎么讲呢 有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 天空盘旋 an eagle is hovering in the sky an eagle is hovering in the sky 我们k呢 本来是发 k 或者 k 或者 p 或者 b 在s后面就要发有声 有声的音 sky 就不要念sky sky 那运动呢 就不要念sports 念sports sports 盘旋就是 在天空 你说在地上就不算 在天空飞来飞去盘旋 但是也不是飞来飞去 就是大概绕圈子 兜圈子的意思 那你说飞机也可以 飞机 飞机常常要兜圈子 为什么呢 你说那个 像以前那个 像英国西斯洛 它盖好的时候 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 为什么 它同时就有 一有十架飞机在上面 当然它跑到 降落跑到 可能也不止一个了 可是它排队 所以很多飞机 飞到西斯洛机场的时候呢 你不是直接飞 不是直接降落 不是啊 塔台要控制 所以说 来 你就是先盘旋一下 然后你要降落几号跑道 因为你说 好几个跑道 你可以不同方向 可是它都在上空啊 飞机不能撞啊 撞到的话呢 不得了 世界大新闻啊 所以它在上面 盘旋 就是绕圈子 好像是这个 龙卷风一样 一个圈子 然后从上面 慢慢转 慢慢转 转下来 所以同时有很多架飞机 就是你进入那个 伦敦上空的时候 就要开始排队 下来龙卷风 漏斗撞的 慢慢往下 往下飞 那个当那个很大啦 漏斗撞 因为飞机要转一圈很累 就很大就转圈子 塔台就是用高度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会撞 不同的高度 所以它塔台很忙的 压力很大 有很多人在里面控制 很多人啊 很多那个用那个 无线电啊 用那个耳机在讲 很多 那我们身边也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Hovering 就是盘旋 鸟的盘旋 不是飞来飞去乱飞 而是就是大概兜圈子的意思 飞机也可以 Hovering 飞行工具 天上飞的 那我们身边了解一下 天上飞的动物呢 有哪些呢 这边是老鹰 Condor就是 Condor就是雾鹰 跟老鹰很像 当作老鹰也没错 但是那个 它是吃那个 有点像秃鹰那样子 也是大的 就是那个脖子比较长 老鹰的脖子短 雾鹰啊 秃鹰脖子比较长 有点像火鸡的脖子 Condor 白头鹰 你说讲这个什么意思 美国很重要 美国的国鸟的白头鹰啊 头发是白的 好像那个 有人说 那个白头秃鹰 就是上面白白的 Bored eagle 就是秃头 秃头的鹰 可是它前面 它那个头上是白色的 所以中文叫白头鹰 英文是秃头的 秃头老鹰 叫白头鹰 美国的国鸟 所以美国很多徽章啊 什么就是用那个老鹰 它跟一般老鹰长得不一样 它也不是乌鹰 图鹰 那种脖子长 那猎鹰的hawk 也是老鹰 可是一般一个是野生的 那很多那个西藏啊 新疆啊 很多那个 或者中东啊 这个哈萨克斯坦 那种白西藏 就是养那个老鹰 因为地大物博嘛 用老鹰 抓动物什么 这一般养的 东北有很多 中国东北 叫猎鹰 hawk 饰养的 训练的 所以他们那个养猎鹰的 他那个 譬如说左手背 让猎鹰下来 一定要用很厚的布啊 不然老鹰那个 那个爪很长 很利 好像钢爪一样 你要是普通的衣服啊 或者是 你要是 穿个汉衫 一下子就抓破了 不会抓断 但是会抓破 这个 所以一定要用很厚的布 hawk 乌鸦是crew crew 乌鸦 西方人认为不吉利 但乌鸦好多 比较大的乌鸦叫raven raven 乌鸦是一般的 同称 云鹊叫lock 也有叫做skylock 也有 skylock 或者lock 喜鹊就是make pie 喜鹊报喜 中国情人 情人节那个 渡那个 什么桥啊 雀桥 雀桥 就是喜鹊的桥 make pie 由那个 牛郎之女嘛 过那个桥 由喜鹊搭起来的make pie 八个minor 这个连八个 跟鹦鹉很像 但是种类 生物学上是不同的 夜鸚就19 game 我们说夜鸚啊 叫的声音很好听 好像会唱歌呀 他当然不会唱歌啊 叫声音很好听 或者叫黄蜜鸟 也是好听 所以我们叫做 台湾的歌手Aleen 叫做黄蜜鸟 他也姓黄嘛 黄蜜鸟 黄鹰这个 Oreal 就我们的棒球巡逻 称为鹰 就加入那个 那个翻成精英队 就是Oreal 一般翻成黄鹰或精英 哦 哦 猫头鹰 咕咕叫 鹰鸵 Parrot 跟八个有点像 Parrot 两个都会讲话 都会模仿人的声音 有的时候发音还蛮标准 Parrot 画眉Thrush 画眉也会叫 Thrush 黄蜜鸟 Yellow Bird 我们有时候叫做什么 那个 黄鸟还叫什么 Yellow Bird 黄蜜鸟 美国有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 它就是 里面有Yellow Bird 信天 很大 非常大 翅膀很长 拔形的鸟 Abitros Abitros 蝙蝠Bet Bet也可以当棒子 也可以当动词 击打 打棒球 棒球就是 打击用Bet 那个 棒球 那个 棒球球棒也是Bet 也是打击 鸟一般通称就Bird 不管什么鸟 那但是小鸟Birdy 所以打高五球 我们说Body Birdy 那第一标准干一干 第一标准干两干呢 叫Eagle 所以一般讲打Parr 标准干 就是很正常 也不错了 一般业余的打标准干 不错了就很好了 打Birdy 其实很厉害 但职业选手Birdy 很正常的 时空见惯不一样 那如果是第一标准干 两干的 那什么标准干呢 就美国高尔夫 标准干有三干 四干就打一动 标准干三干 四干 五干 没有两干 也没六干 所以第一标准干 就是Eagle 老硬 抓一次老硬 那职业选手也很难 那一般业余的 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 那碰到那个 就不得了 最多就是Double Eagle 第一标准干三干 那没有第一标准干四干的 因为打不到了 那要五动嘛 五动打不到 打不到那么远 Double Eagle 以前我们陈志忠 打过一次不得了 职业选手也是很厉害 所以两个最难 一个是Double Eagle 一个就是 一干竞斗 Honey One 一干 那叫标准干三干才可以 四干以上就不行 金氏却Canary 赫是Crain 鸽子是Dove 孔雀是Peacock 那有时候你说 那孔雀到底是空孔雀 吃孔雀呢 Cock嘛 公鸡嘛 当是公的 那吃孔雀Peamp 母鸡嘛 可以这样分 Swallow 就燕子 Swallow也可以说 动词吞东西 吞口水啊 吞东西 或吞食 Swallow 好 我们这边顺便 学习一下一些 天空上飞的动物 Condort Bod Eagle Hawk Crew Lark Magpie Miner Nightingale Oreal Odd Parrot Trush Yellow Bird Appletras Bat Bird Bird Canary Canary 它跟运河很像 那个运河是Canel Canel Canel Canary 加拿大 Canada 但是加拿大人有点像Canadian Canadian Cream Dove Peacock Peahent Swallow 拖子牛奶 对你健康有用 什么拖子呢 就是把脂肪去除掉 所以有人喜欢喝全脂 全脂香嘛 拖子没那么香 可是那个没有脂肪对身体比较好 减少身体的负荷 拖子就是Fat Free Fat Free Milk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你健康帮助拖子的牛奶 我新买了一台脚肉机 Newly bought Meat Grinder Front Apartment Store 从白货公司买了一台 这是Grinder 就是搅拌机 前面 Meat Grinder 就是搅肉机 Grinder 就是一般是 搅东西的 那你可以搅蔬菜 搅肉啊 都可以 Grinder 搅拌机 把那些牛排放在烤架上 Pill the Stacks and the Grill Stack一般就是牛排 就是牛排 你说猪排 猪排不用Stack 猪排用Pork Chop Pork Chop 那你说一定要用 那鸡排可以叫 Chicken Stack 一般是这样子 那如果羊排呢 又不是讲Stack 要那个 Lamb Chops Chop就是切下来一块一块肉 所以牛 Stack就是牛排 你不用讲Beef Steak 不用讲 它就牛排 鸡排可以加一个Chicken 那猪排跟羊排 就不用Stack 一般不用了 但有人硬要说要用 你也没办法 他用Pork Chop 或者Lamb Chop CHOP 那Grill是烤架 烤架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烤架 一个就是电路网 电路网也是Grill Grill 它有两个意思 一般烤架 中央情报局 文明世界的Central Intelligence Newsensee has been famous Worldwide 它叫大写 专有名叫大写 CIA 中央的 Intelligent情报 一般也可以讲智商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智商 局 Agency 或者一个代理机构 中央情报局 为什么用 现在完成 就是一段时间 已经闻名 一段时间 不是今天才闻名 你说 Is famous worldwide 或者 What is famous worldwide 可能现在闻名 过去闻名 这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很好用 现在完成 就是已经闻名 一段时间了 然后 因为现在 到现在还闻名 如果用 Headband 就是闻名了一段时间 但现在已经不闻名了 现在不有名了 有这些差别 这是我十个YouTube频道 我们现在再把十个念一下 这些你就会 这些常用了会话 你就会了 所以牛奶不要念成 Milk 不要念milk 更不要像日本念米鲁骨 米鲁骨 千万不要念日本的发音 它念milk 短音 然后带恶的音 milk 这是八卷是fat fat 不要念fate 念成fate 人家会听成命运 fate 会听成命运 fat free milk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an only bought meat grinder 不要念green的 不要有边念边 这个i就念成green的 不是grinder a meat grinder from the department store put the stacks on the grill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as been famous worldwide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as been famous worldwide 而你也可以直接讲的CIA 如果人家听得懂的话 CIA就不用讲 那联邦调查局就是FBI 所以这两个最有名 但什么差别呢 联邦调查局管国内的 联邦调查局管国外的 但是联邦调查局讲是讲国外 可是它只能管联邦的 管跨州的 那你说一般州呢 有州的警察局 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城市 都有 州里面有各个警察局来管 但是联邦的 什么叫联邦 就跨州 或者重大的 比如说反恐啊 重大的那个贩毒 所以他们都有一套的规定 这一集讲到这里